考察台塑大煉鋼廠污染 蘇智芬遭越方刁難 民進黨立委蘇智芬率團前往越南 考察台塑大煉鋼廠污染案 以及新南向政策在越南發展的空間 沒想到到了河內機場竟然被扣護照 越南方面還派人監控他們 9個小時後才坐上巴士前往河境 這次行政院發言人有乖乖聽院長的話 不敢直接回答了 了解一下再對外說好不好 這個事情會不會對新南向的推動是一個禁區 我看你講了要先去了解一下這個事實 再來跟各位做點說明 對方還有一些意見對我們還在調啦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